Hello 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 我是薛俊峰 当然也是那个主汇说真话大冰块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台 可以说后台小伙伴心心念念的 首次国产的一款丰田的车型 就是我身后这台一汽丰田的亚洲龙 之前小伙伴们看过我们拆过开梅瑞了 对于开梅瑞而言 又有点像是丰田开梅瑞的姊妹车型 一汽丰田亚洲龙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之后几题节目就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 对于亚洲龙而言 他跟开梅瑞是不是作为一台姊妹车的车型出现 就是之后想跟小伙伴聊聊话题 今天的依然还是老规矩 第一题先跟着冰块玩转车 来看看这台车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这之前先跟小伙伴去捞点事 这个车大致的情况 它现在售价是从最低配19万9千8 一直到28万9千8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它的动力配置一共是有三个 2.0自吸 2.5自吸和2.5混动 这一点和开梅瑞是一样 都是一套动力组成 也是天津节平台下的产品 变动箱也是分为CVT的 分为8AT还有ECVT 我身后这台买了一个最低配的车型 价格是19万9千8的车型 也是2.0自吸配备的是CVT的变动箱 因为之前开梅瑞的时候 跟小伙伴分享的是2.5自吸加8AT的 这次看看2.0自吸CVT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驾驶感受 那么现在就来看看这车到底是什么样 好 我们现在聊聊外观 从外观看依然是一个丰田 前面依然是有种变形的仿锤式的一个前面的进气格战 因为现在自从雷克萨斯变成了一种非常夸张的前脸之后 包括说开梅瑞 包括说亚洲龙现在其实设计体系大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亚洲龙而言 它的外观会显得说的好听点叫稳重一些 说的不好听叫更老一些 开梅瑞而言它会变得更为的年轻了 甚至现在开梅瑞还会有运动车型这个版本 当时这个东西是建设这样的事 如果说你把它作为一个商务社用的话 亚洲龙会显得更为合适一点 大灯也是全系标配远近光都是LED的 这一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身的下前唇这样一个东西 行吧 外观就聊到这 那么现在到侧面后面看看这个车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么来到侧面主要跟小美去分享一下指面数据 亚洲龙的轴距明显是要大于开梅瑞的 它的数据已经达到了一个2870 而开梅瑞是2825 后面看的话也是和开梅瑞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尤其是灯这一块中央会有它的一个亚洲龙的英文 其实它的英文翻译也叫阿瓦龙这个名字 当我们中文翻译成为亚洲龙 左边会看到有依捷奉献的标识 它的后尾箱的开启并不是在中央会比较靠边 并且它的后面牌照灯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不看的话你就下手摸 按下去按不动 不是一低头会发现原来是在 完了我又摸不着了 特别特别的小了一个小方钮还特别靠里 是在最后摁的这个字母靠里的位置一摁 它终于打开了 打开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阻尼这一块 那也是可以听到液压停盖声音 这边会有一个液压停盖 所以说它相对而言阻尼会更好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点事 首先顶端是没有应急的开口的 右侧是有一个关门的把手 里面表面上来看并没有太多的机构了 我们直接来把盖给打开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偏执的一个把手 顶端还是有一个小钩可以勾在上面这一块 下面是它的工具 后面看似有两个杵格 但是它很薄 主要的工具包括三角盘都在这边摆着 千斤顶 拖车钩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下面是它的备胎 马西斯T15570D17 下面也可以看到完全是钢板的裸露 没有任何的隔音棉 看一下后面的储藏空间 目测真的挺大个的 但我们依然还是老规矩 我们有几个我们现在在车厂城 卖的非常好的便携式 既可以观赏又可以展开的一个购物箱 然后也可以当凳子座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首先房金取留一个 四个箱子 轻轻松松放进去 并且这块还有一段空间 两侧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可以再装两个包 这也是为数不多 我们拆过这么多车 现在用了这一个大箱子作为展示的 可以装四个的车型 空间还是很大的 突然之间对里面的乘坐空间 尤其是后盘有了一丝丝担心 具体什么样 现在就去到车内跟小伙伴去展示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车内 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这台亚洲龙的 内饰到底什么样 当然我们这款车是一个最低配的车型 也看看最低配的亚洲龙 它里面到底有什么 四门都是一键升降的 这也是丰田自从进入TAJ平台以后 使用过程中改变最大的叫做东西之一 因为以前的日系车最多 就是驾驶席给你一个一键升降 现在也是跟德系看齐了 四面都是一键升降的 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最左侧有一个按键 是放置后面熊孩子去碰窗户那个按键 然后右边是前后的门的解锁 然后依然是反光镜电动折叠 可以去手动控制的 这块也是从整体来说 按键包括是布局 我觉得和直线拆的开明位是一样的 但是我一定要再强调一下 就是它的这种鞋面的设计 我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它比较友好 是因为有的时候有些车 它的按键是平的 在你控制的时候 尤其是在你去按后面按键的时候 你总是要是 这种状态就是比较靠后 但这种鞋面的确 人体工程学这块会更舒服一些 你手一搭 你的手掌就可以碰到所有的按键 好 然后我们再往右看 可以看到左侧有相应的一些按键 最左侧是自动头灯的开关 首先你要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然后你在晚上的时候 你要把大灯控制推杆往前推 也就是打开远光的状态 它才可以去激活自动远光的功能 并不是说我按下去又开启了 不可以是需要两个动作的 好再往右是ESP的开关 然后再往下是后备箱的开关 还有一个是油箱盖的开关 然后再往下摸 就能够摸到前面引擎盖的开关了 这块并没有额外的零件盒 再往右看一点 可以看到仪表盘亮暗的开关和A表 B表清零的按键 这个按键放在这儿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有了车仪表盘的亮暗条件 给你放在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位置 一看就是我没事就要调到位置 但是这一个按钮的位置 就是我在正常开车的时候 这个位置正好是会被方向盘的左边给挡住的 只要你有需求去按的时候 你才可以看见 但是这三个按钮说实话 日常来说你调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聪明的一个做法 找了一个好位置给放在这了 方向盘是一个多功能的方向盘 它按键的布局和现在丰田在TNJ上面布局的 所有的车型的方向盘都是一样的 说话减少成本对不对 一个车设立方向盘得多费钱 我得有多少个模具厂全都一样 首先它是分为三个区域 多媒体的区域是在最下面分为两块 是在最下面 最左边是声音大小语音识别 然后再往右一点是音源的输入 包括上曲下曲 左上是行车电脑的调节 那也是上下左右OK键返回键 这个逻辑是非常符合正常使用的 右边就是它自行巡航 包括说车道保持和前面远近的调节的一个区域了 这也是丰田进入TNJ平台以后 几乎是标配的一项配置了 我印象中只有雷铃好像最低配是没有的 其他车型都是全系标配 这个我会认为 也是丰田进入TNJ平台以后 真的是鼓掌了一件事情 是因为全系都是有主动安全 车道保持ACC自行巡航 包括说全系都是7气囊的这样一个配置 那这辆车也不是一例外 是7个气囊 正负两个气囊 然后座椅4个气囊 两侧的气帘6个 还有一个7部 一共是7个气囊 具体使用方法也是跟普通的自行巡航是一样的 首先右边有一个按键打开 超过50公里时候按SET按键 就是定住当前的速度 然后可以加加加加前前前 左上角的按键是前面的车距的调节 左下角按键是转向辅助 也是车道保持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带有主动式的 就是它是可以保持在这条路里面的 如果说你有偏的话 它才会给你纠正 它是有主动式的 这个低配是一个普通的塑料的方向盘 手感不打地很滑摸着 然后高配是皮质方向盘 好 那我们再往前看 左侧是大灯的控制支持自动大灯 然后右侧是它的雨刮的控制 也是多档可调 然后也是有自动去挂的 那仪表盘也是两边是相应的模拟指针 左边是转速 右边是速度 中央有一块E型的液晶屏 显示数据也是非常多的 它的控制也是在左手上下左右这个键 首先我们是要按上下 可以看到最左侧有一系列的菜单 我们这个叫做总目录 这个的逻辑和开梅瑞也是一样的 包括说丰田现在的都是这样一个逻辑 首先是我们日常用的最多的一个油料 包括说油耗和学王里程的这些东西 然后再往下是驾驶的支援 它叫驾驶支援 其实就是你当时的一个雷达的一个状态 然后是音乐车的状态 比如说主动安全是否打开等等都是在这儿的 有些设置按键 包括说一些警报按键 它也是上下左右的形式 并且它的使用方式会有中文解释的非常清楚 那再往下会看到有相应的温度表 包括说档位显示 还有里程显示 我只能说用日系风的方式去行种 包括说它的布局 它的颜色 甚至它的字体 我就感觉它是不是就是二次元的这种文化 的确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包括之前跟小伙伴去分享那辆飞度的时候 也是仪表盘设计的比这个更二次元一些 好我们往右看到多米里这块 有中央的这个大屏幕 也是有相应的物理按键 当然是一个彩屏的形式 也是支持触摸的 左右是有相应的按键的 这块稍微的吐槽一下 施线按钮有挺好的 因为一按就到了我想要东西 但是把这个实际按键 就是最右边这个驾驶员 按着有点费劲 我这个已经是标准坐姿 而且小伙伴都会觉得我比较靠钱 其实比较靠钱 真的是一个标准坐姿 我按着你看我得够着 我得抬身我得去按 所以说不太便利 当然它的操控还是比较符合 我们正常使用的 左边是声音大小 右边是调台 包括说什么Home Memail Audio Inform这种东西 整个的系统 依然还是和它的整个全球是一样的 也并没有说到中国以后 做了一个安卓的一个本地化 对于封铁而言 他们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个逻辑 整个的一个布局 包括说我刚才跟小伙伴聊的 整套的主动安全这一块 对于封铁而言 我们不否认 它是作为全球第一大或者第二大 销量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所以说它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去研发的 这跟那些销量比较少的车型 是有绝对不一样的制作设计的逻辑在里面的 我具有一个简单例子 例如说这套主动安全的系统 对吧 他们不用第三方的供应研发 我举例的 我花5000万去研发这条系统 对于一般来说 你卖不了太大销量车 如果平摊到你每一个车的成本的话 这是非常高的 那怎么办 我去买成熟的供应商的产品 这个时候成本可能我会压到1000块钱一套 但是对于丰田而言 它的销量是以千万这个数量去计算的 我平摊到每一辆车上的话 对于它这种庞大的销量来说 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说对于这辆车而言 会在最低配的车型里面 就用到我们在一般车高配的那些配置 所以说这个车机 依然是它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有一个遗憾是什么 就是在全球化的亚洲龙上面 它是首先支持CarPlay的丰田的车型 以前丰田从来不支持CarPlay 国际版是有的 但是不好意思拿到中国以后 它依然是不支持的 代替的是百度的CarLife 仅仅代表我个人的言语 CarPlay还是更好用一点 车里面跟小伴看看它都有什么选项 屏幕的个性化 主题菜单 蓝牙是支持的 包括说电话的控制 然后语音的控制 那车辆这边选项不太多 非常基础的门锁 空调 车灯 还有一个便捷的服务 它的车机也不支持更多的扩展了 比如说我下一个APP什么的 至少说我们在这儿 是没有看到它有相应的入口的 再往下是有两个出风口 然后再往下是它的自动空调 并且在左侧看到有几个小灯 这辆车也是支持后排安全带警示这样一个功能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 无论在车上的哪一个位置 如果车要行走的话 记住都要系上安全带 好 再往下是空调 双圈空调 然后支持自动的 都是一些实体按键 各个功能该有的都有了 它的空调算是比较聪明的那种 比如说现在北京天气 渐渐有点渐凉了 当你开到暖风的时候 风向是首先是吹到脚的 是因为冬天的确脚暖和 给人的身体会更舒适一些 而到夏天的时候吹冷风的时候 它是会冲上吹 就是这个算是比较聪明的 也不是说是只有它 是也有一些车型是种比较聪明的空间 但是傻的也挺多的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到 会有一个相应的储物空间 配置高的车里面会有一些 比如说手机充电这种东西 这个无线充电 但这个车是没有的 盖网是不是 但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个12伏的电源器 再往后是有两个背件 是直列式的排档 这台车是一个CVT变速箱 也是会模拟时速的 然后也是掛到地档之后往左推 往上是加加加 往下是减减 这辆车并没有更多的一个驾驶模式了 因为高配还是会有什么运动模式 eco模式 这个设施没有的 只有一个叫做普通的模式 好 再往下会支持autohull的 包括启停 然后再往下是电动的手刹 然后后边有一个储物的空间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挡板 容面的形式 然后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深度是到我这个位置 然后大小大概是这么大 还是能装点东西的 还是有两个USB的充电口 包括一个AUX-IN 还有一个USB的接口 好 往上看一下 有相应的天窗的控制 有阅读灯 然后包括说一些大灯的控制 它的门板这一块有一点硬 但是不是硬塑料 它还是做了一个糖素的工艺 就是摸起来手感还是OK的 但是敲下去肯定是硬的 中央这一块同样是一个硬的材质 但是不是那种硬塑料材质 表面是有相应的糖素工艺 好 往下是皮革材质 然后再往下是塑料材质 这个门板的材质布局算是正常 顶端软性材质糖素工艺 然后软性材质 好 皮革的包裹 下面这一块是硬的材质 中央这一侧是硬的材质 这一大溜是一个皮革的包裹 那材质的整个布局来说 7分也就是这样的 算是一个正常 当然说这也是一个配置低的情况 如果配置高的是不是会有改善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还是就为这辆车去负责 它的中央也是会有一个 陶木的一个装饰条 对比凯贵瑞的话 只能说这辆车 它整体给你的感觉会更稳重一些 凯贵瑞会更火泼一些 设计感会更好一些 不得不吐槽一个东西 就是它中央大的显示屏 网友调卡就感觉说跟个墓碑一样 但是我觉得墓碑到谈不上 的确有点太愣了 就是框的一个大屏码就出来了 咱们不对比别的车 就是对比凯贵瑞 它是会把它的屏幕 通过它的造型给融到整个它的设计里面 这一点这个车完败真的 所以说这块可能是我对整个车内饰感官吐槽的地方 其实其他地方小木纹我是挺气温的 虽然说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贴片 但是纹路感觉还挺好的 空间个人认为问题不大 也是挺宽的 然后腿部也并没有觉得特别的挤 我现在是一个最下面的一个坐姿 顶端大概还有一个三直左右 大名团一米七八了一个个头 小伙伴可以大致的去联想一下 我依然还是一个标准的坐姿 所以说我会认为空间是够用的 因为这是一个低配车型 不值座椅的确也有优势 有优势有劣势 劣势是什么不好打理 脏了什么的 这起可就真不好起 但皮子会好多了多 所以说这是不值座椅的一个缺点 不值座椅其实也是有优点的 例如说现在北京的天气凉了 像不座椅相对而言 在没有加热的情况下 它的亲肤度会更好一些 不会说让你坐上去 马上就会凉 舒适度来说 我认为还是OK的 至少给个七分左右问题不大 不会让你有特别别扭的感觉 至少说浅度是这样的 包括说你的腰部的支撑 包括说左右的包裹 然后座椅的软硬度 我认为都是OK的 人体工程学院也是没有问题 除了右边这几个钮够不到之外 剩下的位置也是手直接就可以摸到的 方向盘的前后四向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可以找到一个很舒适的姿势 行吧 前面的几个小伙去唠叨到这儿 那我现在去游走到后座看看 后座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这辆2870轴距一压中楼的后排 跟小伙去看看后排的空间到底怎么样 后门也是一键升降 是有相应的出风口 这个是低配 下面还是有两个2.1A的USB的充电口 前面刚才看到那两个也是2.1A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贼大的一个大包 这么大个 中央的坐姿就是不太那么优雅了 你得劈着腿坐着 中央OK有一个扶手 就是一降就直接到底了 中间没有相应支撑 但是也会看到有两个背架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放手机的一个地方 后侧也是有一个单独的盖打开 然后可以通到后面 因为这个座椅后排是不能够四六放倒的 这的确也是为我们去探寻这辆车 后排钢板的路上多了一些荆棘 左右两个座椅的头枕是独立的 然后并且是上下可调的 中央这一侧是一个固定的 我们会把这种形式认为 中央是没有头准的 只因为你在坐的时候 是不能够支撑你的后脑勺的 如果说发生到追尾的话 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在里面的 但是安全带都是OK的 三个标准式的安全带 顶端有相应的阅读灯 来看一下空间大小 先说我在完全靠到座椅上的一个空间 前面的依然还是大名块的一个标准坐姿 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前面可以大致看一下 三拳都要多的空间 所以说妥妥的二郎腿真的没问题 两米八七的轴距真不是盖子 前面下半的大长腿 你得这么开 再往后一拳 后面还是有非常充裕的使用空间 所以说这辆车后排的空间真的是很大 真的是要比开门位 还是要大出不少的 舒适度整体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稍微吐槽一点什么 就是它的腰部这块 它望里炫的有点过分了 如果再能望起撑半个公分到一个公分之间 我会认为这种腰部支撑会更好一些 就是软硬度我认为是OK的 让你感觉什么 就是并不会是这种夹着你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让你贴到后面感觉像是一个锣锅 你得窝着腰去贴着 所以说这块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不是说很难受 只是说会有一点点不适感 是在腰部这块 其他的都是OK的 然后包括说中央的座椅 因为它中央是比较大的 中央座椅坐下去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这辆车跟着冰棍玩专爱车的部分 这也是静态那样事 当然也还是老话 如果交伴对这车感兴趣的话 还是去塞链亲身的去体验一下 亚洲龙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这样只是说跟凯米瑞在设计方面有些不同 但是我们不否认 从低配的车而言并没有看出 拉出更多的档次出来 毕竟这辆车价格 其实是要比看边缘还是要稍微贵一些的 这个就会引申一些更多的问题 那这辆车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只有之后起集呢 包括如果拆车部分想跟小伙伴去聊的话题 好 今天跟着冰棍玩专爱车 就跟小伙伴聊到这 那我就是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主打冰棍 当然也是这位说真话打冰棍 那我们这辆车明天的试驾部分 这辆2.0自吸CVT的驾轴龙